我们回来再讲Fational Distillation 石油分好了不同用途 大家看这些图都可以很清楚看到 当然这些燃料如果碳链越长的时候 如果燃烧得足够的时候 它产生的动力就会大一点 大过这些比较小的HCM 所以你看到重型车轮甚至油轮 如果人们需要动力多一点 就用这些燃料 长一些碳链那些 普通汽车不需要 5至10个就够了 当然污染一定是长一些 很厉害的 产生多一些黑烟 多一些一氧化碳 汽车用汽油的就会少一点 好,我们来看看下面 我上次讲过 可以将一些HCM 裂解 中文名叫裂解 裂解 裂解 分解解 为何有一样这样的东西 其实是这样的 你看到这里 我们选择了几种 我们常用的 石油器 汽油 石油 石油油 火水 gas oil heavy oil 重油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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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条不同的 区域 一个是供应 有斜线 一个是供应 即是你开赛了之后 经过fessional distillation 拿到不同的成分 当然又多又少 当然你想想 哪样多些会好些呢 这些东西 汽油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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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用 这些东西 又可以买得贵 柴油 潤滑油 链 铺马路 这些东西 纽约买的地方 另外 伦敦那边 有些北海油田 布兰特 那些旗油 可以买卖 这些东西 其实布兰特 如果你看到市场价格 布兰特 伦敦那边 其实价钱 大家都是有 是贵一点 每一桶 它是贵一点 比在伦敦那边贵 为什么大家有 会有不同的价格呢 其实就是 伦敦那边 那边 布兰特 伦敦那边 这些低 卡本数目 是含量高一点 你如果拿去年油 譬如拿去新加坡 运去新加坡 做年油 拿到这些多些 那你是不是 卖到好一点的价钱 那变了来说 那就赚多一点 那你纽约那些 这部分 少一点 那你卖得比较少一点 那通常 那些人形容 就是多些含量 这些 做伦敦的 这些行家 这些生意 就是说这些油 甜一点 其实甜的意思就是 这些含量多一点 这些有用这些 市场需求多一点 那没有含量高一点 他说酸一点 那这些 形容池 他喜欢怎么用 怎么用呢 那我们看看成份 最特别 这些 供求不平衡那些 平衡那些 没什么特别 不平衡那些 都理解得到的 汽油那些 私家车多的 亦需求 那么多 25% 这些需求 15% 差了15% 出来 全球大概一天 会用多少桶石油 即开采石油出来 未提年 大概一天是三千多万桶 三千多万桶 中东地区 譬如沙地亚 全球有很多地方 美国、中国、南美洲、委内瑞拉等地方 这些出产 或者是在欧洲都有 欧洲以前最多出产 罗马尼亚 以前希特拉打 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说要冲到罗马尼亚 要占领它 凡清军事行动 其实都是抢资源 其实就是我那边 有很多的罗马尼亚 这里 这个 差了15% 你想想 三千多万桶 一天 15% 占多少 如果照成15% 就 四五百万桶 四五百万桶 这样的量 短缺了 这些火水 短缺了 这些火水 飞机不是用很多 这些重型车 开始用的 这些油 差了20% 这些不够 不够 那你不够 那你怎么办呢 幸好 有一个多了很多供应 就是一些长一点的 哪有那么多人用来做润滑油 我认为铺子 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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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铺子 有很多 四十个百仙 如果计算三千多万桶 这四十个百仙 那就是 过千万桶 是 提连了 放在铺子 哪都不够 可以测试 对吧 所以那些科学家 想起方法 这些多些 这些多的时候 什么特别 这些是长一点的炭脸 很长 刚才说的有多少? 剩下压力油 25 以上 这些再长 接着的短一些 有四五个 可不可以想一个方法 让我把长一些作长短些 最容易的想法是 能不能强断 能长的方法变为短 能否供应这些短缺的东西 科学家想到的方法是cracking 把长一点的碳线变成短一点 来供应短缺的漏粉 我们叫Fashion 这是Oil Fashion 即是石油的漏粉 做蒸馏的时候分离 中文名叫漏粉 这个很合理 这个可以这样做 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做 我们下一课先讲怎样做法 我们这课就讲一下 我们没理由做个石油厂 让你参观也好 就算让你参观也害怕 有危险性的 这地方不是随便被人进去 我们试试可否实验室自己做 我给你一些石油 其实是可以的 做石油这里有个装置 Fashional Dissolation of Petroleum in Laboratory 怎样做法呢 你可以看一看 这里我们有个这样的装置 很简单的特色 有个装置 这里有个Walk Seal Walk Seal就是抗渣棉 抗渣棉 抗渣棉 外表黄黄黄黄 好像棉花一样 但它是烧不着的 因为矿物质是烧不到 不像棉花一样烧得着 它是锁住石油在这里 锁住石油 它是锁住石油 它是锁住石油 我们在这里锁住 增加表面面积 蒸发出来 会比较均匀 它的做法是如何呢 就是靠温度计 因为刚才说 我们收集漏份的时候 其实是收集不同范围的温度 我们怎样做法呢 我们看着温度计 比如室温开始至100度 我收集这里拿到的蒸气 这边你看到后面 有一条道馆 可以将Fashion 即是漏份 在这里 这个Fashion 漏份 收集在仕馆里 收集的时候 仕馆收到差不多 你都要看着温度 当温度加热到100度到85度左右 我当是这样 你就要换了这支仕馆 拿出一支新的仕馆出来 再另一个Fashion 就在这里 如此类推 收完旧 后 高温度再没有低温废点的Hydro Carbon 再加热 再轮到高温废点的Hydro Carbon 走出来 150-200度 又由第三支仕馆收集 如此类推 去到200-250度 又收到成余那些 这个就有些像Fashion 虽然这个就是蒸馏 但我这里这样换仕馆 效果就像Fashion 那样 收集到出来的漏份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有条影片 我们看看它如何做法 一张 喔 一张 我们先停一停机 我们下一条影片